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拒绝学生家贩 却衍生出了学校洪信老师说出如果是他也会丢菜单的影片又惹争议 老师表示事先并不知情学生会录影还po网 本来只是想帮学生打气 洪信老师今天出面道歉 对自己的发言很抱歉 学校校长也说希望学生理性处理事情不要过度情绪化 至于店家反应 简餐厅老板今天撤下了告示 不过没有回应有没有原谅这四名学生 但是业者私下坦诚这几天来自各方的关切让他压力很大 再来要看的是第三届工艺彩券只剩下最后两天 工彩发行机构由台湾彩券连装 而运动彩券则换手由威刚科技负责 才才说如果今晚的威力彩或明晚的大乐透头奖没有开出 奖资因就不能累积到下棋 威力彩的头奖将全数分给二奖 大乐透的头奖也会按比率分配给二奖到五奖 港湖贩卖加入了第三方支付宣布启动 轻松付信用卡收付款功能 明年的2月26号前全平台就能够百分百的使用 此外轻松付也提供五万元买家卖家的双项交易宝藏 主席总数指出今年1到10月 我国在大陆进口市场的市占率是8.2% 位居第三落后第一的南海与第二的日本 所以总数表示可能是因为大陆抵制日货 再来看到观光人数2013年来台旅客数 有望着明天达到800万人次 这两天有不少的外籍旅客来台跨年 第一波旅游人潮也明显增加 最快在明天下午就能够突破800万人次 估计观光外汇将超过3400亿元 而明年春节输入从1月27号起一共10天 高铁加开了291班次车票 明天零点开卖 高铁指出春节输入期间 尖峰时段每小时单向发车达7班次 初三到初五飞上单向发车168 也会穿当日的单向新高 建议利用便利商店的售票据点购票 再来还要带您关心的是 基隆海科馆的主题馆 今天起是营运 官方表示明天起到1月19号 基隆市民庭证件免费参观 而外县市的民众则是 从1月10号到19号有半价100元的优惠 今天是营运教育部长蒋文宁也在场表示 希望海科馆能成为基隆的重要据点 带动当地的发展 在这里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